好,请看这一题 -3x等于-5 那x等于多少 我们还是先从这个一项法则 来跟大家做个复习 好,一项法则是这样 请看第一点 我们x一律放左边 数字放右边 为什么要这样子建议大家 因为你最后算出来是要x等于多少 所以x放左边,数字放右边 最后算出来就是答案 比较简单 那再来第二点呢 到底要怎么移 你这个加呢 移过去要变成减 问题来了 什么叫移过去 所谓移过去的意思就是 移超过等号 叫做移过去 那减呢 移过去变成加 加变减,减变加 成的移过去变成除 除的移过去变成成 成变除,除变成 那再来呢 我们再建议大家 晚到的排后面 你在移的时候呢 要移到 移过去的时候 要移到人家的后面 为什么呢 简单来说 这就比较不容易算错 就这样 那我们回到题目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题目叫做 负3x等于负5 这一题的重点呢 就是你要能够了解 什么叫负3x 所谓的负3x的意思 是负3乘以x 这是乘以负3的意思 它等于负5 所以呢 你这时候呢 要把乘以负3 要把它移到右边 就要变成 除以负3 没有移的部分呢 都照超 所以呢 x就等于负5 然后呢 除以负3 请看一下 这叫做乘以负3 左边是乘以负3 移超过等号 就变除以负3 好咯 接下来我们再看 x等于负5 除以负3 到底等于多少呢 这时候呢 你先算符号 负负得正 然后呢 就变成是 5除以3 那5除以3是多少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明的 5除以3就是 把它当成是一个分数 中间这一条线呢 就当成除 所以呢 5除以3就是三分之五 好那这个题目 我们就先讲到这边